哈囉 大家好 我是Editor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二 又到開箱TK賽的時間 今天主題是什麼呢 今天主題是 時下討論度最高的超商飲品 讚喔 我真的覺得去超商敲飲料 是一個人生中一大的樂趣 因為超商是各種五花八花 對 現在都變成這樣 而且超可愛的 有什麼進口的 因為超商它好像 每一季每一季會有他們主打的東西 所以我之前有看到小小兵 真的假的 超猛的 還有那個 寶可夢系列的飲料 或者是像是 純粹盒啦 純粹盒那個還滿大家都會講的 貝娜送什麼的也是那種方便啦 那你知道我今天準備了什麼嗎 什麼 我今天就是準備了純粹盒 我覺得我贏了 我直接贏了 你看你連前面講的那些都吹捧它 因為你知道 我就是覺得它不夠特別 所以我才就是把它放在前面的間外 我想說特別的東西 應該是留給特別的物品 沒想到你就是介紹到我覺得不夠特別的東西 重點是它評稱設計 對啊 它就是很吸睛啊 而且你知道現在各大新聞在報導它耶 不是 我說男人你喝東西 你應該要這樣咕嚕咕嚕咕嚕 就是拿吸管這樣子喝啊 我就是咕嚕咕嚕掛啦 然後就是拍個照啊 然後再印花樹下 對啊 你看是不是女生會這樣做 所以是不是話題投入很高 你看你自己都講了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叫男女通殺 OK 這男女通殺 我跟你講什麼叫男女通殺 不怕我最好 我就是笑咧 有沒有男女通殺 男生女生都會喝對不對 那麼中二你跟我說 my my dear friend 青春的成績蛋 有我們一起向前 才有100分賣相謝謝 它有紅過嗎 它很紅啊 它哪裡紅啊 你這種歌有沒有聽過 是不是大家都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my my dear friend 又不是每個人都去看電視 像我都不看電視啊 那是你的問題可以 可是你這個不看電視你看 你滑那個臉書IG全部都是她耶 我不怕不怕我照顧 別照顧 好啦算了算了算了 來我們就 我們就讓現場的神秘的畫外 畫外朋友們來決定好的 我這一點都不擔心 OK 那今天是Erica會賞黑大爾會賞呢 請選擇 這才是假的吧 我就說吧 我就跟你講 你剛剛都已經就是 已經在吹捧她了 怎麼可能會這樣 好煩喔 為什麼 我想說人家博人選這個 這個吧 我們還真的選純粹喝 好啦其實我剛剛也是買的 純粹喝咖啡 他是透明的耶 他本來裡面放咖啡 我有他的咖啡 然後我吸下來發現 漸漸的透明 哇 好啦 算 好啦 翻臉囉 各位觀眾 接下來即將看到 驚嚇最流行的 性感妝容 來 請接下來來面具 3 2 1 是不錯 真的很欠怕耶你 怎麼 你以後都要讓我幫你化妝好了 我才不要 你不准碰我 你再厚臉試試看 好啦其實 你這個怎麼樣 快點怎麼樣 不要那麼兇 怎麼樣 他都嚇歪了 這個怎麼樣 之前就是討論度很高啊 而且我們之前不是都買不到嗎 對啊 這很難搶的 超難買的 然後他粉紅色的包裝有沒有 這樣子很適合從包包裡面拿出來 然後拿出來之後 趕快喝一喝 快一點辣的時間 他不少 因為我覺得他的玫瑰 就是不會這麼的化學感 他就是 墊在後面的香氣 而且他的奶味很重 對 純粹喝的奶系也有的 都做嘛 就這種濃厚的 奶香感 而且重點他的甜 是不會到過甜的那種 他甜是剛剛好 對對對 我覺得我這個臉來認真的 講過甜的 我沒有辦法 OK 反正我覺得 麥香就是一個 麥香越來我們這麼近 就恐怕了 麥香越來我們這麼近 他就是一個 傳統的古拜的飲料 他是從我小跟到大 而且我就是要喝紅茶 可是我想要喝奶茶 真的假的 我覺得麥香就是要喝紅茶 那是奶茶吧 好啦 那可以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說 如果是麥香系列 你們喜歡喝哪種 我是紅茶派 他是奶茶派 奶茶派 OK 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跟按讚喔 然後也放在下面留言 可以給我們分享 就是你喜歡喝哪一種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 各在自己的領域 表現得很好 也是我覺得 他們有不一樣的表現 好 掰掰 掰掰 知名飲品純粹喝 想必不少人都品嘗過 他特殊的外型 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不僅做到台灣人的懷念 新加坡的民眾更是為之瘋狂 上市之前引發驚人的搶購熱潮 甚至有民眾特地在便利商店門口等待 並且在短短十分鐘之內就瞬間賣光